好 以上说完了三昧变才 再来说献身求愿 这个献身求愿就是说 观世音菩萨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愿望 一切的祈求 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人心目中最希望的 毕竟我们大家都很苦嘛 在这个娑婆世界 日常生活中有种种的不如意 或者求儿女 求长寿 求身体健康 求生官发财 求平安 开智慧 消业账等等 每个人心中都有好多好多的愿望 有的是为父母求的 或者是为儿女乃至为自己求的 那这么多的愿望 对于观世音菩萨来说 会不会觉得困难呢 当然不会 生西方的无上功德利益 观世音菩萨都能够给我们了 更何况只是世间上那一点点小小的福报呢 诸位 你们心中有什么愿望 那就尽管地向观世音菩萨求好了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让我们满愿的 但是想要观世音菩萨满足我们的现身求愿 我们要先向观世音菩萨求三昧 为什么 因为众生有定有会 观世音菩萨才能够放心地满足你心中的愿望 墨学打个比喻 就好像一个品学兼优 又孝顺的乖孩子 他向父母要什么 父母当然会给他 可是如果是一个不肯上进 常常在外面溜达的坏孩子 那他向父母要钱 父母可以给他吗 当然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孩子拿了钱 会在外面做坏事 会到不良的场所去 在世间上的父母 尚且有如此的顾虑 更何况是观世音菩萨呢 观世音菩萨 他爱护我们 超过了世间上父母对孩子的烦情 他怎么会害我们呢 所以我们想要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感应 那决定要是一个慈悲心而善良的人 决定要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乖孩子 复杂不光明 不光明充满邪欠的人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怎么会加倍他呢 怎么会满他的愿呢 难道还要增加他造业的力量吗 一个不孝顺父母亲的人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如果还给他感应 那岂不是让这个众生更加的狂妄 其实观世音菩萨 他真正希望众生的 是众生往生西方得大涅槃 可是为什么还要满足我们的五欲呢 佛法不离世间法嘛 一个人家庭破碎 那要怎么学佛 身体不健康 贫穷潦倒 又要怎么学佛 观世音菩萨总希望我们 能够欢喜地学佛 快快乐乐地生西方 可是 如果给你钱 你就变成守财奴 一点都不布施 给你健康 杀盗淫妄 吃喝嫖赌 样样都来 给你名利权势 你就昏头了 让你家庭美满 你就觉得 哎 这个家庭太好了 我不要生西方了 其实 观世音菩萨 他也很为难啊 要满足我们的愿望 还不容易吗 就怕害了我们啊 所以 想要得到 观世音菩萨的感应 就要看我们自己 是不是有定有会 看我们自己 怎么求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个献身求愿 还没有说完 剩下来的部分 我们就留待 明天再说 我们下来的观世音菩萨 我们下来的观世音菩萨